最近天氣開始慢慢轉涼了 那我今天聽氣象預報說 未來的一週的台灣的天氣 可能還會到15、16度 那在15、16度 溫度不是非常低啦 但是對於家裡面有老人家 或是有小朋友 或是你個人是比較怕冷的朋友來講的話 電毯它就有它的需求產生 那之前因為陸雲峰推薦過很多款的電毯 那今年多了一款申寶 這是申寶的 申寶最新的純溫定時的雙人電熱毯 那我覺得大家可能對它比較陌生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簡單的開箱 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雙人的電熱到底當什麼模樣 讓大家在選購的時候多一個參考 現在來開箱簡單開箱 申寶恆溫定時的雙人電熱毯 它尺寸160X140X 一般雙人的大概就是這樣的規格 再來 現在打開給大家看裡面 到底長得怎麼樣模樣 好 申寶這個加分 第一個它裡面有一個像類似這種塑膠提帶 它是有厚度的提帶 這個對露營族群來講非常方便 你出去的時候就把電熱毯放裡面 提這個出門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這個有加分 它有一個申寶的提帶 這個看起來是防水的袋子 好打開的時候裡面的包裝是這樣 裡面有一個溫馨小提醒的一個產品的提醒的使用說明書 大概告訴大家什麼 使用的時候不能折疊 要攤開才能使用 然後插頭要插入電毯 確實插入電毯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申寶的完整的產品說明書 產品保證書 那申寶是因為它有080客戶電話 所以產品使用購買上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打他們原廠的客戶電話 好 打開給大家看 好 好 它表布是鋸子纖 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所謂的溫度的調節器 分離式的代表什麼 分離式的代表 這件電熱毯是可以拿去水洗的 你只要水洗的時候 把這個拔掉 不要一起丟掉洗一洗 這個拿去洗就可以了 不過一般電熱毯 除非你真的是弄很髒 不過也不要把它當成一般的毯子這樣躺洗 躺洗我覺得多少還是會有問題 好 這個尺寸是160x140 攤開 大概這樣子 基本上電熱毯的尺寸就是這樣子 一般就是身體的部分躺上去就可以了 腳的部分 大概也許會超出一點點 都是非常正常的 然後是鋸子纖維 有厚度的 它的電熱線是埋在裡面的 好 觸感非常好 我個人覺得現在摸起來的觸感是非常好的 表面是有點像是灰色 灰色 像灰色的 然後有一點紙容 好 尺寸就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裡電熱毯一般打開的時候 這個 就是它調節器的連接處 那你的調節器連接呢 記得這裡 一定要扣緊 使用的時候不要說扣一半 一般電熱毯使用的時候 這個地方一定要完全的扣入進去 確定是完全密合才能使用 不要說扣一半就開始使用 那這個調節器呢 長這樣子 它有四段調節 在定時的部分有1、2、10跟連續 1、2、10連續 再來加熱的部分有八段 就是可以自己調八段的控溫 然後開關就是on跟off 好 然後我看它這個插頭 這個電線夠不夠長 一般有的品牌電熱毯 被我打槍說它的線不夠長 這個就可以 一般有的人知道是這樣子 但這條我覺得這樣是可以的 這樣是可以的 然後一般電熱毯的話 大概它的耗電的瓦數都不高 然後這一件是120W 跟市售的其實比較起來 也是差不多 120W 其實也是非常省電的一個東西 所以深寶的最新加入 我們要幫它推分推薦的 深寶的雙冷電熱毯 就是像大家鏡頭上看到這樣子 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家裡面有老人家或小朋友的 或是你個人比較怕冷的 我覺得電熱毯在冬天 其實就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有一件電熱毯 霧在床上睡覺 真的可以一夜就好紅 棉被還是要蓋了好了 棉被蓋起來會非常非常暖 好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